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夏威夷舞 美国的表演团队 芬兰的听障饶舌歌手Signmark 以及他的搭档合作演出 当然还有来自台湾的碾花微笑龙剧团 主办单位美国的听障网络Devdention 首次提供一个世界听障朋友交流的平台 一年半之前开始筹划 希望世界上的龙人都可以聚集在这里 一下子就有两万人报名 而且人数不断增加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让我感受到龙人的力量 来自73个国家 两万三千多名的听障朋友 齐聚一堂 更有精彩的世界听障小姐选拔 首届选出法国小姐 让世界从美的角度 看见听障朋友的能力 活动期间还有不同的演讲 邀请到欧盟听障执行长 马克·惠特利 谈谈欧洲听障社群 在欧盟的发展愿景 此外300个摊位 不管是听障朋友的艺文作品 科技需求 首语书 都可以在这里做交流 参加者只要戴上粉红色手环 活动期间就可以自由进出 通行无阻 各国首语以及国际首语 在各处翻飞 彼此交流无声的感动 让首次举办的世界龙人博览会 丰富而成功 展场当中有300个摊位 以及海伦凯勒等 杰出龙人的蜡像馆 栩栩如生 而听障朋友的科技生活 手语服务等等 是各样多样又丰富 让来到现场的听障公民记者 充分地感受到 美国的龙人 其实就跟听人没有什么不同 差别就只是一个用手语 一个是讲话 使用的语言上不同而已 现在我们就请听障收查员 带我们去看看现场的情况 进入世界龙人博览会的展场 有300个摊位可以逛 加纳听障学生的蜡染作品 香港朋友带来的水墨画 以及各地听障朋友的艺术创作 此外更多的是美国当地的听障团体 有专门提供听障朋友法律咨询 以及协助的服务中心 我们的工作是提供法律服务这一项 在法庭上我们会陪同帮忙进行沟通 协助解决法律上的纠纷 还有两年前才成立的世界听障妇女会 我们要帮忙让各地听障的妇女更有力量 透过发展她们的事业或是生意 来协助世界妇女促进她们的发展 另外美国修语是美国的第四大常用语言 有超过50万人以上使用 因此摊位上也可以看到各种美国修语书 从基础到进阶给小孩跟大人都有 除了摊位展出 还有龙人蜡像馆可以看 包括海伦凯勒等著名的听障者蜡像 在这里都看得到 不靠政府补助 都是靠自己向各方借募 向各公司拉赞助 没有补助 都是靠听障自己的力量 不靠政府补助 完全自己找厂商拉赞助 龙人展现出来的能力令人感动 每一个听障团体都有自己的摊位 比如说卖一些衣服 各有各的不同的特色 都让我大开眼界 就让我感觉 在美国的龙人 就跟听人没什么不同 大家都一样 差别呢 只是我们听障用手语就这样 听障公民记者 来到世界龙人博览会 才完全感受到了 无障碍的幸福 动动双手 搭起无声的桥梁 我是林立军 今天我们要来学 跟生活有关的手语 你不要一直粗心大意 手语的结构是 你 马虎 不在意 仍然 不可以 粗心大意的笔法 五指在笔前重复抓合 横向移动 表示马虎 而且脑袋空空的 就是粗心大意 你不要一直粗心大意